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他的团队和美国的一些高官是密不可分的 从最初疫情蔓延的时候没有做好防控 到后来急于复工复产 到再后来甩锅推则在国内的疫情防控不利 在选举期间又大搞选举活动 加速疫情的传播 所以这一系列的动作 其实是现在美国国内悲惨世界的一些主要的原因 那么对于这样的一种情况 其实美国国内也有很多人在指出 特朗普以及美国政府 必须要为这样的一种情况负责 所以这个时候 签署所谓的疫苗的美国优先的行政令 给自己发发小红花 也是希望迷惑一部分的美国民众 同时也是为此前自己犯下的一系列的错误 来进行遮掩 这个背后还是自己的政治利益 自己的私利 而关心的并不是美国民众 他们的切身利益 并不是美国民众 这样子的事 不? 好